的确这AI绝地大反攻 受到这美股四大指数周三起涨 带动台股今天大涨 稍早一点半收盘的时候 中场是收在21653点 那么大涨了622点 这也是创下史上第四大的涨点 那么你看到值得关注的 还有下方的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刚好出席 也是秒填席 也是它第16次的当日填席 除了全村希望挥达回蛇 拉台台的台积电的股价之外 另外也值得关注的是三星 他们也承认他们的2奈米 良率很差 所以三星反而是裁测了 他们美国德州厂的员工 还有一个议题值得关注 就在于ETF的受益人数 现在已经占上了970万人了 而近一周相当多投资人 投入到包括00919 00952 00878 单周都有非常多的股民进场买了ETF 但是大家会关注的是 难道这一波行情会是所谓的一日行情吗 毕竟每一次股价相对高点的时候 大家就担心说 接下来居高思维 中秋之后会不会有变盘 究竟是上上变盘还是向下呢 分析师是认为要观察一下 有没有将台股占回半年线 大概是22,400点左右 另外联准会后这成交量 有没有再次放大呢 毕竟大家都说这几天可以看到成交量 相对还是不高的 尤其昨天还是所谓的窒息量 如果是积极投资人分析人士 身为现在逢低布局卡位 第四季的科技股多头 可以去考虑看看 但如果您是小资族或是无暇看盘的人 建议定期定额避免这台股 或是股票市场的这个交易变化 可能会连带影响到情绪 好 那个男人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他就是参加这高盛的 这传媒与科技大会 再次提到了其实他的晶片销售相当的好 而且很多客户很依赖他的晶片 不过如果您还有印象 上一次这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提到他的财报的时候 反而这个回答的股价是下跌的 这一次为什么 这个回答执行长黄仁勋讲完话之后 看似开金口让股票大涨8%呢 恐怕不是他口才好 而是有个传闻连带拉抬了这回答的股票 来看到这一张 可能黄仁勋说破嘴都不如场外的传言 传言就是红色底的这一行字 难道接下来他们可以出口 这沙烏地阿拉伯了吗 美国政府会亮绿灯吗 过去美国政府担心这阿拉伯 跟这中国关系比较近 所以没有开放这部分 但是这个传闻接下来是说 沙烏地阿拉伯他们在相关的智慧高峰会 有提到中方代表变少了 希望能够买到灰达的晶片 等待的这个H200的晶片能够来到这沙烏地阿拉伯 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传闻连带带动的这AI股 绝地大反攻 后续还会不会会长提起投资人 还是要居高思维 以上是这一节的财经资讯 期待